最近又來疫情新聞 過年團一飯民眾台北婚 還是選擇在家裡 飯店的外包年菜 蘇九龍經館 跟他七滴名五七飯店推出紅兔大展團一年菜做 除了有寵收人客跟他的幹部的英輝和米糕以外 還有主導到日本參加比賽中中的首帕子 點心是土耳造型的流沙包 看起來是火氣又應景 像龍虎般的話 我們有稍微調整一下 比較是潮州菜的橄欖菜下去做提鮮的味道 除了手工的石榴球以外 那個壽司我們也是用跟佛跳牆一樣的上湯 下去做他的湯的湯底 那就是會想要就是說原湯化原食 從頭到尾都有一個連貫性 飯店外包年菜 今年的膠白料理 是玉兔營春首帕子 飯店中破菜 阿花菜 刻入這項料理 在日本還有很多料理人比賽 得到全中最冠軍的金獎 首帕子特別選用2.2公斤的古早家 並且用董萌酒料是2天 經過一枚風帶 再放進行路裡面 外皮是鎖嘴 肉質的老湯 那個時候我記得新加坡 香港 還有馬來西亞都有過去 雞胸的部分我是用低溫酥肥的方式下去做 所以雖然醃製的味道是一樣 但是呈現上面是不同的呈現方式 團伊飯民眾如果沒想到沒能準備年菜 到飯店圍爐也是不錯的選到 不過這幾年風業觀念新聞 越來越多人選得多包年菜 不管是6人分 還是10人分 輕輕鬆鬆就可以吃到五次飯店的日菜 豐盛的菜式 精彩食料 讓圍爐變料 更加甘蛋 又好吃 去這裡就出現 彩虹報道